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解这个python基本类型的一个第二课了 这第二课呢也是一节福利课啊 它不在这个课程以内的 但是呢我觉得既然大家来听视频吧 来学习 那我们就尽可能的将更多的东西交给大家 这一节课呢主要就是一个讲字符串 因为这个字符串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应用嘛 然后呢比如说这个文本应用啊 然后数据库是不是 咱们基本上做一个网站啊 这个网站你这个数据库里面的东西啊都都存在里面了啊 然后我们要把从把数据呢从数据库里面拿出来啊 拿出来就字符串嘛是不是 然后的话把这些字符串呢 然后再倒腾一下再把它输出到网页上面 所以这个字符串还是很重要的啊 所以我今天就特别的开堂这样的课啊 新增这样的课来讲一讲啊 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字符串的一个一个概念啊 这个概念呢我们来随便在这边写个字符串啊 比如说啊 记住了你们这个打这个双引号啊 千万不要打这个中文的双引号啊 这个太坑爹了 一定要用英文的啊 你这个中文双引号到时候出问题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大家的眼力上面要敏感一点 因为这是属于低级错误 但是你可能没有这种编码习惯 找半天都找不到啊 比如说这是个字符串 然后这个字符串呢 它的最基本的元素呢是字符啊 比如说ABC这样的一个字符 然后呢 比如像ABC啊 BCCD啊 CD234这样的呢 它就属于这个字符串的子串啊 子串 儿子的子啊 这个大家都很好理解啊 就是说一个子串的概念啊 子串的概念 然后呢 大家也可以去感性的认知一下 你看字符串嘛 就是一串字符啊 一串字符 然后里面有很多小串都是它的子串啊 这个知道一下就好了啊 这是一个基本概念 然后接下来呢 啊 我们得先开始讲讲这个编码啊 讲完编码 我们再回来再去讲概念啊 然后呢 这个 Python里面呢 啊 它的默认的文件编码呢 它是阿克斯码啊 这个阿克斯码呢 啊 我们之前曾经说过一个东西 就是说你写中文啊 就一定要在前面加个coding啊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这个Python的默认的文件编码 它是阿克斯码 这个阿克斯码呢 它就是说你这个A啊就是American的意思啊 就是说是美国的一个 它是希望能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交流嘛 它说大家都用这个东西来交流这个代码啊 然后呢 它就发明了这个阿克斯码 不过这个阿克斯码呢 就是方便这个外国人嘛 都是英文啊 数字什么的啊 而且它的这个量啊 比较少 它的这个量 我们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啊 百度百科啊 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大家去看百度百科 很多东西都可以马上了解了啊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Win7也实在是太坑跌了啊 我实在是不知道这个IE到底有什么好 我们来打一下啊 阿克斯码啊 它这边有 我刚刚就讲到这个 这个容量啊 它容量太少了 它那个字符级啊 就比较少 你看它只有这么多啊 你看啊 数字啊 然后标点符号啊 英文啊 这个都是方便他们老外用的 那咱们呢都是中国人吧 是吧 那用的是中文 所以说呢 这个阿克斯码呢 就搞不定我们这个中文 就会输出这个错误啊 Python呢 它默认的就是阿克斯码 我们再回头看看那个错误啊 然后我们还是写个中文啊 你看他连负值都不让我负啊 这里面就这个语法处里面就说了啊 他说你这个你这个变码呀 根本不是阿克斯码嘛 对不对 他这个变码呢 他是UTF8码啊 那那那我们得去弄一弄 那我们就得把这个编码呢 给改成UTF8码啊 他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啊 就是阿克斯码 他里面没有我们这个中国人用的字符集嘛 你看他都是国外的人用的字符集啊 然后这个unicode呢 这个unicode呢 他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阿克斯码呀 就只有这些字符集的原因啊 这个问题他就出现了 unicode码呢 他可以去描述啊 全世界说大部分的这个语言哈 都可以描述的出来 然后呢 他呢 也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呢 他这个unicode码呢 他描述出来的这个东西啊 他只是一个一套标准嘛 然后呢 这个标准出来以后啊 然后有很多家来都有不同的实现啊 然后呢 这个 有些人呢 就用这这种存储方式啊 有些人就用那种存储方式 那到时到时候呢 那 A加的存储方式和B加存储方式呢 他没有办法去交流 因为大家他用的不是一种存储格式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 这个utf8就出来了啊 utf8呢 其实是unicode的一种实现啊 这utf8呢 是当时那个网页啊 就是这个万维网出来了啊 你想想看 万维网出来以后 就破解需要有一种啊 可以交换的格式嘛 然后呢 这个utf8就出现了 他呢 其实是unicode的一种标准啊 一种标准 当然还有utf16啊 什么的 大家有兴趣就可以去看一看 我这边就不多讲了啊 好 我们讲完这个 阿克思啊 unicode的utf8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讲这个应用了啊 下面都是应用 大家这个如果听不懂就多听几遍 这个东西务必要做笔记啊 因为这些是很容易出现的问题 首先呢 咱们呢 来搞一下这个learn啊 这个learn 这个learn的全真实啊 learns啊 learns呢 其实就是计算你的一个啊 容量啊 大小 比如说我们来试验一下啊 我们呢 就复制一个这个字符串啊 字符串 我们认他一下啊 认他一下 然后看到 哎 我这里面有四个字符嘛 对不对 他就有四了啊 他就是个四 那么现在 我们现在打个中文啊 然后呢 哈哈 我是中国人啊 这里面有几个字 这里面应该有八个字 对不对 那么认一下啊 认一下 啊 你看哎 24个字 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坑爹呢 对吧 然后呢 我再打一个字啊 认一下啊 你看他说是三个字 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计算不了了 对不对 他里面一个字符啊 一个中文字符 就是三个字 这是为什么呢 哎 这里就要牵扯到一个 阿克斯码啊 然后呢 UNICODE码的一个关系了 就是说呢 咱们的这个字符串啊 这个字符串呢 其实呢 它只能称为字节串啊 是怎么理解的 你看 我们本来只有一个字符 对不对 但是呢 它显示出来的是三个啊 其实呢 它这里面啊 是有三个字节 也就是阿克斯码 因为它默认是阿克斯码啊 那我们应该如何去计算啊 这个中文的长度呢 那我们就得像把它转变成一个 UNICODE码了 UNICODE码呢 我们怎么转换啊 首先我们有一种最简单的方式啊 就是在这个前面呢 加上一个U啊 U U呢 就代表是UNICODE码啊 我们打个中文啊 打个中文啊 然后呢 我们再去论一下它啊 然后呢 大家看 现在就是一个了啊 还有种做法啊 比如说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 啊 X码啊 然后呢 我们呢 可以用啊 DECODE DECODE UTF8 这样呢 它也可以转换成一个啊 UNICODE码啊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就是四个了啊 我们 原来啊 肯定是12个啊 我们看一看 这一点大家可以注意到了 就是说有这两个办法啊 然后呢 我们再回到原来的那个文件啊 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我们新建个文件啊 我们 我们 为什么啊 在上面要定义呢 要定义这个 UTF8呢 啊 也就是这个意思了 然后呢 我们再 给他计算一下这个长度啊 看看 如果我们定义了UTF8 可以正常输出的情况下面 我们是否也可以正常的计算长度呢 哎 我们来看一看啊 你看 咱们呢 这个是虽然定义了编码 对不对 然后UTF8 然后呢 虽然可以输出中文 但是呢 我们还是无法计算长度 是不是 这里是两个长度 但是呢 它最后还是告诉我说 哎 我这是长度是6啊 它计算了这个字节是6 那我们就只能把这个变成unicode啊 好 我们要怎么变unicode呢 哎 我们来试试看啊 我们第一啊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字符传对象啊 看一下 我们看一看 是不是这样呢 哎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它正确的长度了 啊 来 大家再来看这个代码啊 这样的话才能计算出长度 大家这一点是要 一定要注意的 就是说我们做这种处理的时候呢 先把它转成unicode啊 转了unicode以后呢 你们随便处理 然后呢 输出的时候呢 啊 再换变成这个UTF8啊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保证这个程序的一个干净整洁了啊 就不会老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这一点的话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巧了啊 大家有时候去检查检查编码啊 然后的话看一看到底是不是这个程序的错误就在这个编码上面 大家看这个是Python的R啊 Python 2.6 2.7这个R系列的版本里面啊 最容易翻R的一个问题了 不知道有很多入门的人都栽在这上面了啊 大家可以去仔细的研究研究这个编码方面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这个转译符了啊 转译符呢 其实就是能让程序啊 读懂你的字符串 我们来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字符串啊 我们 A等于啊 A B C D啊 这个字符串程序肯定能读懂是不是 但是呢 我这里面呢 假设还有一个这个点啊 那这样的话呢 这程序读不懂了 对不对 他不知道你是要这个前面的这个点 这个字符串 还是要后面的这个空的啊 就还是要这一起的 那他就读不懂了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转译 转译的是 就是呢 不要让程序混淆你的这个啊 就里面的一些特殊符号啊 比如说我们这样转译啊 我们现在在这个Python里面去做一个例子啊 来看一看 比如说我们来做个例子啊 我们定一个变量啊 我们不用定义了 我们直接输出啊 这样输出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啊 但是我这里面再打个点啊 他就说你错误了 对不对 那我呢 就要转译了 我得告诉程序说 这个里面的东西呢 它不是一个这个结束啊 那我就得这样啊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是不是 这样的话 我后面这个这个引号呢 他就可以直接输出出来了啊 转译符呢 他是要放在这个转移的字符前面的啊 比如说我们要转移这个里面这个逗号啊 这个这个引号啊 比如说 就我把这个引号 我把这个外面的逗号去掉啊 然后呢 你就要放在这个引号的前面啊 加一个反斜杠啊 这样子的话程序就能读懂了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 当然呢 你还可以转移很多其他的东西了 比如说啊 我们 用一下这个啊 大家可以看到 中间呢啊 就多了一个回车了 是不是 空了一行 其实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啊 这个杠恩呢 这个 程序呢啊 他就知道 他说他不是要输出这个杠恩 他是 也不是要输出这个恩啊 而是要输出这个一起的意思 这一起的意思呢 就是个回车啊 所以说 这个转移符方面呢 大家也可以直接搜索啊 这个东西的话 我在系体里面会出一些比较难的 大家以后可以去研究研究 讲到这个转移符啊 那我们又得牵扯到这个字符串前面跟着的小尾巴了啊 这个东西呢 我们开始已经有了一个啊 小尾巴 比如说啊 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尤尼扣的码啊 就怎么去论中文 我们得把它转化成尤尼扣的 那最简单的方法呢 就是在这个字符串前面加个小尾巴啊 比如说这样啊 这个程序呢 就知道你这是尤尼扣的字符串啊 字符串啊 他就会识别他啊 然后呢 前面还有一个小尾巴啊 这是R啊 这个R呢 就是说不要转移啊 不要转移里面的东西 就是防止有些时候 比如说就我们啊 就要输出这个啊 反斜杠N是吧 但是他呢 直接就给你转移成了一个 是不是 回车 那这样就不好了 那我们要在前面加个R呢 哎 他给你输出出来了啊 这也是一个比较人性化的 就说不管你怎么样 掌握了前面这个小尾巴啊 想输出什么就输出什么 然后呢啊 我们来讲这个访问字符串的这个子 这个子串啊 就是访问字符串 也就是子串了 这个子串的时候呢 我在上一节课里面有讲的这个序列啊 这个序列呢 其实就和这个游标啊 下标有关系 什么叫下标呢 我们就直接做这个例子了啊 比如说啊 我们定义一个 ABCDE啊 那我们呢 有一个这样的插刀里面的子字符串的方法啊 那然后呢 我们首先输入这个编量名啊 然后呢 两个中夸号啊 这里面我要跟你们讲一个程序的一个写法 就说呢 比如说那你们要写要写一个啊 这样的一个负值对不对 那你们呢 写东西的时候啊 最好养成这样一个习惯啊 先是写A啊 等号啊 然后呢 再把这两个啊 这个符号先写完啊 把两个双引号写完 再写里面的东西啊 你们不要是这样写啊 顺着写ABCD啊 然后再加这个引号 这样是不对的啊 因为这样的话 你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啊 这是一个良好的一个写作习惯啊 然后呢 接下来哈 然后我们已经定义了这个字符串了 然后呢 这个字符串呢 我们现在要找它里面的第一个字符啊 第一个字符 那我们呢 就要用到一个下标了啊 这个下标怎么算呢 比如说 我们用两个中夸号啊 中夸号扩起来 然后呢 我们呢 选0啊 0就是它的第一个 记住了啊 不是1啊 是0 这个派上里面这个下标呢 从0开始啊 这个不是从1开始 这点非常重要啊 要不你程序都会写毁掉啊 然后呢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找到第一个啊 然后呢 找第二个啊 然后呢 找第三个啊 找第三个 那我们想想看 如果我们要去找它最后一个怎么办 最后一个怎么找啊 最后一个的话 我们先结合前面的那个论啊 这个论啊 这个论 比如说 你想想看 我们的 这个最后一个的话 肯定是 它的这个论减1 对不对 论减1 是不是 因为我们是从0开始嘛 不是从1开始 本来说 我们找到最后一个 假设这个a哈 这个a有 五个字符 是不是 那我们呢 本来应该是要找第五个字符 就最后一个了 对不对 但是呢 它呢 是从0开始 那我们就是 5-1 这样就能找到它的一个字符 所以说 我们一旦碰到有些字符串啊 然后呢 想找最后一个 我们有一个办法 是这样的啊 比如说啊 减1 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了 但是呢 这样 不是最好的 还有一种方法呢 也是可以用这个啊 用这个切片的方式啊 来找到 这个叫做切片啊 就是把它切来切去嘛 然后找到一个集合啊 拿回来啊 然后呢 我们用一个啊 负1啊 负1就是最后一个啊 这样是不是很帅啊 然后呢 接下来啊 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 这个 这个分号啊 我也不知道这个叫不叫分号 暂且叫分号吧啊 然后呢 我们来搞一个啊 0啊 大家可以看到 哎 这个代表什么呢 你看啊 先是一个0啊 然后再跟上一个啊 分号啊 就是代表0啊 从第0位啊 到后面全部的 这个就是这个0分号的意思啊 然后呢 还有 0 0到啊 0到1啊 然后呢 0到2啊 也就是说从 继续看啊 0到3啊 这样的话呢 我们再改变一下啊 1到3啊 1到3 4到3啊 4到3 没有啊 你前面的都比后面大 就没有办法了啊 他不会说 对 大家可以 现在应该可以明白这个意思了 对不对 那么再来猜一猜啊 这个会输出什么呢 我们原始的值是ABCDE啊 大家看到这里 那这个会输出什么呢 大家想一想 看看我们的正确结果 是不是和你想的一样啊 好 我们现在输出出来啊 哎 他说是ABCD 这里就不同了 是不是 这里呢 就没有这个最后一项了 对不对 也就说是 不包括啊 这一项的 那我们来再看一看啊 比如说 这样一个字符串啊 我们选择3到5啊 3到5 咱们3到5的话呢 如果我们按照最基本的哈 比如说A3是多少 嗯 A3是4 对吧 然后呢 A5是多少啊 A5是多少 A5是6 也就说呢 它是不包括这个最后一串的啊 大家可以从这个 总结分析里面寻找规律 这个呢 我就不讲那些死教条了啊 你们就是随便找个字符串玩一玩 基本上就玩熟了 我就不跟你们讲大概念了啊 大概念去书里面找 嗯 然后呢 啊 这个序列来了啊 这个子字符串 这种可以被游标啊 这个下面有下标的这些东西来 然后可以被切的啊 这个东西就可以成为序列 更更详细的概念的话 你们就可以去搜索一下啊 我这边还是不想讲概念啊 这些概念的话 其实基本上你会用 然后掌握方法 然后再熟悉一下就可以了 嗯 然后呢 这个替换字符串啊 替换字符串的话 我们继续用这个help啊 我们找一找 有没有替换字符串啊 因为他这个东西 他找不到 我们来继续看一看 嗯 我们找一找 啊 看一看里面 有没有这个替换的 嗯 就我们这边找到了啊 replace啊 replace 然后呢 你看啊 他这边就教你了 你看啊 old new啊 这边放老的 你要替换的那个啊 然后替换成新的啊 然后的话 咱们就 继续讲一讲 你看啊 之前这个群里面有个同学就问这个 哎 这个中央号到底什么意思 这个东西 你看他多号包你都给框起来了 说明后面是可选的啊 你可以写也可以不写啊 然后具体的呢 这个看文档 就知道这个可选到底是什么了 这个英文的话 你们如果看不懂的话 就去翻译一下啊 翻译点百度点看啊 嗯 ok 然后呢 我们来replace一下啊 我们现在再定一个 嗯 abc啊 a点replace啊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a呢 我们替换成啊 cccccc啊 然后呢 我们再print的a 你看他没有变 对不对 因为呢 我们之前有讲过一个概念 是吧 这个字符串的 这个字符串 它是一个不可变对象 它是不可能自己修改自己的啊 那我们呢 可以看一看啊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来再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嗯 我们呢 先找一找这个 a的这个啊 唯一的 然后呢 我们再来找找这个d的啊 大家看啊 这是不一样的啊 这是一个不可变的一个数据对象 大家从这点也能看出来啊 他自己修改 他其实也是创建了一个新的对象啊 这个一定要记住 他不是自己弄来弄去啊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讲这个字符串拼接啊 这个字符串拼接呢 也就是说啊 我们来假设 我们有几个字符串啊 abcde啊 efgh啊 然后呢 我们要把这个字符串的拼起来 就变成abcdeefgh啊 那我们怎么拼接呢 大家肯定想到的先是 拼接应该是用加吧 是不是 啊 加啊 把它加加起来啊 加起来就可以 我们来试试看是不是啊 来 我们就随便写一个啊 随便写一个 我们把它拼起来啊 用a加b 你看 这个就把它拼起来了啊 然后呢 也恭喜你啊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这个超级丑陋的这个这个方法 为什么超级丑陋呢 大家想一想啊 首先我们这个字符串对象呢 它呢 它是一个不可变的对象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在a加b里面呢 嗯 这个中间过程里面 其实呢 又创建了一个对象 这个中间过程呢 然后我们啊 a 假设我们是有三个字符串是不是 三个字符串 那它中间呢 就创造了两个临时对象 对不对 那这两个临时对象的话 这种创建销毁 其实是特别浪费性能的 而且你想想看 假设你有100个呢 1000个呢 那这个字符串的内存的消耗 性能的损耗就会越来越多 所以说这是强烈不推荐 使用的方法啊 虽然这是最直观的办法 但是这是极端丑陋的啊 这是违反拍赏优美特性的啊 然后呢 啊 然后我们讲了这个超级丑陋的 以后呢 还有一个字符串拼接啊 这个是 我们突然就是岔开一下话题啊 还有一种字符串拼接呢 也就是一个模板的方法了 这模板方法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在这边随便写一下啊 比如说嗯 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字符串啊 啊 字符串 比如说 my name is Lili啊 Lili这是 我唯一会的英文长句了啊 然后呢 我们呢 啊 然后呢 我们想在这里面呢 啊 加一串啊 这里改 加一个东西啊 加一个东西啊 然后呢 那我们在这里面加东西的话 如何去加呢啊 那就是用这个办法 嗯 啊 my name is Lili啊 然后呢 中间加个啊 这个百分号s 这个就代表你要插入一个字符串啊 这点明白了吧 插入一个字符串 然后后面呢 再跟上一个百分号啊 百分号 然后呢 再加上你要插入的那个字符串的详细的那个内容啊 比如说我们再创一个字符串对象 比如说 嗯 哈梅梅斯利类啊 哈梅梅斯利类啊 那我们呢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把这个字符串给加入进去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输出一下啊 我复制了 啊 你看 my name is 哈梅梅斯利类啊 这个都就搞定了啊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什么关系的 模板的意思 也就是说 这个中间这个 百分号 再上个s啊 叫做站位符啊 这个叫做站位符 站位符啊 站位符 站位符其实很好理解吧 也就是帮你先把这个位置站着 后面的东西呢 就把这个站位符再给填上啊 站位符呢 有两个最常见的啊 比如说这个 杠S啊 站位符 还有呢 杠D啊 杠D就是 这个杠S就是代表的是字符串的站位符啊 杠位符 那杠D呢 这个是代表数字的站位符啊 对 然后呢 这个里面呢 比如说嗯 比如说像我们在后面加上一个数字是不是 耶 你看 它这里面就有一个隐形的一个类型转换了 我们不是后面加了一个一吗 然后呢 这个一呢 整形啊 它自动就给你转换成了这个字符串插进去了 但是呢 我们再假设变成这个百分号D啊 后面再跟上一个字符串啊 行不行 哎 哎 你看 还是我们之前说的 也就是说这个int呀 int里面的 假设你里面啊 包含了这个字母的话啊 它是不可以int的 这也就是说 这个强制类型转换呢 就失败了啊 我们再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 我们这里面是数字的话 它这里面也是不可以的 也就是说呢 它呢 不但是强制类型转换 而且呢 它还会强制的去判定啊 在这里面 据说这个东西是很有趣的啊 很有意思的 嗯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继续讲讲它的衍生的应用啊 比如说 比如说 我们呢 在这里面讲讲想加几个啊 加上几个 然后呢 比如说 my name is 我这里要加加一个站位符啊 我这边要插东西了啊 然后呢 然后是这边也要插一个东西 插一个时间啊 那我们呢 后面就要插两个了 对不对 那么就是这个啊 两个小括号啊 一个圆主 然后这边改成s啊 然后呢 这边写成那个 这边呢 就刚好是对应啊 对应 还没没死啊 还没没死 然后后面呢 10 years old的啊 10 years old的啊 然后呢 这样的话呢 也就是说呢 它是按照顺序对应的啊 比如说这个前面有一个百分号s 啊 第一个呢 就对应这个圆主里面的第一个啊 第二个呢 就对应圆主里面的第二个啊 就是这么简单啊 啊 然后这里边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来把这个改一下啊 啊 原来是这个 我们里面的这个百分号没有写啊 所以说你这个百分号是一定要写的 如果百分号没写呢 怎么改都没用了啊 大家可以看得到 my name is heimameslily 10 years old 也就是说呢 你想怎么加都可以 这就是字符串模板的一个应用了啊 这个可以帮助你组装这些字符串 最重要的就是了解 张卫福这个概念啊 然后呢 我们再往下讲了啊 也就是说 这个字符串拼接里面的有一个优秀的拼接方案啊 这个优秀的拼接方案呢 我今天就把方法告诉大家 但是具体的这个东西啊 原理为什么好 大家可以研究研究啊 然后呢 我们这个字符串啊 假设我们有三个字符串啊 三个字符串 我们第一个字符串啊 是第二个字符串 这第三个字符串啊 然后呢 我们如果想拼接这三个字符串呢 有一个这样的方法啊 我们呢 首先生成一个字符串对象 这对象啊 这里面有个办法 有个方法啊 叫做Draw Draw呢 你看咱们就把它拼接出来了 然后呢 如果我们想用一个分隔啊 比如说我们重新加个逗号 然后呢 这个啊 就把这个三个字符串拼接起来 而且呢 重新用了逗号分隔啊 这个是最常用的一个字符串拼接方法 也是相对来说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字符串拼接方法 首先它的性能损耗上面 就是简直就是和那个加号的话 是翻天覆地的对比啊 所以说大家如果要做字符串拼接的话 就一定要记住用这个办法啊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最后我们来讲这个读写文本啊 读写文本呢 也就是操作文件了 文件呢 也是拍上了一个内置的数据类型啊 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查 然后呢 读写文件 它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内置方法 我们可以来操作一下 我们呢 操作呢 要打开一个文件啊 是open 这个open的函数啊 方法 然后呢 我们在第一个啊 两点之间呢 然后输入它的文件名 文件名 然后呢 我们呢 在后面啊 在后面的话 就输入它的一个打开方式 打开方式呢 分为三种啊 三种一个是w w是right 然后呢 r 把r是read的啊 读读取 只读取 然后呢 还有就是a啊 就是在尾行添加啊 继续添加 然后呢 我们现在是要写嘛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文件 假设你这个 pathon的这个 执行的这个用户呢 它有对这个文件夹的这个操作权限 它就会自动的添加这个文件啊 在你保存的时候 然后呢 然后呢 第一点write啊 就是一个 使用这个文件对象的一个方法 就直接操作了啊 然后呢 我们写入一个 字符串啊 然后呢 我们再加个啊 刚刚所说的一个转易符 也就是一个空行啊 second high啊 好 现在的话 这个文件 我们就要把它写进去了 然后呢 我们要关闭它啊 这点很重要 写了读文件了啊 一定要把它关闭啊 打开文件 一定要关闭文件 这点非常重要 然后我们再把它 读取一下 我们来看一看啊 就是我们把这个模式呢 就改为read啊 然后呢 我们再读一下 我们看它有什么读写的方法啊 看一看 这边呢 不是用常用的这个read 这个read呢 它里面有一个参数啊 就是说要跟上你这个具体的这个大小啊 然后呢 我们用一个 其他的办法啊 比如说用个read line啊 read line read line 我们来看一看 它输出了什么 这是第一行啊 我们再继续输出 哎 它输出第二行啊 然后呢 我们假设要读取它的一个全部啊 那就是这样子 我们后面跟上一个要读取多大的size啊 这100是没有用的 这10000也是没有用的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把这个文件呢 我们刚刚在读的时候呢 它其实它的这个游标就已经一直往下了 所以我们得把它游标再放回这个文件的开头 就用这个seek 然后呢 我们再继续读起啊 就可以了 我们读1000的size啊 这肯定可以把这个文件给读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转译符呢 也在里面发挥了作用啊 就是说回车 然后呢 这就有一个 有两行的一个代码了啊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看 今天我们就讲这么多了啊 也希望大家能那个 有一些收获 然后的话 科学会有一个叫难的西题啊 就是总结了我们之前的一个知识的 希望大家都能认真完成 谢谢